诸位同学 大家好 佛在经上说 业力甚大 能低失明 又常说到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佛弟子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 来看待这个时代的变化 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 尤其是这两年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 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危机 我们不能不明了 明了是智慧 有智慧 还得要有功夫 修行 总原则里面 拨外护 看护 放下 我们守住这个原则 就能够心安理得了 实际无论怎样的动乱 我们晓得 这是众生 无师皆以来 累积的业力 射加摩尼佛当年在世 流利网 灭射加族 世尊看在眼里 无能为力了 给弟子们说出 这是业力 过去身中所借的怨恨 怨怨相报 这个诗 非常的残酷 我们将来可能看到的 比流利网 灭世族 还要残酷 不知道残酷到多少千万倍 所以你们在古老预言里面 所看到的 虽然 不使真正像传说当中讲的世界末世 用世界末日来形容这个大劫难 我觉得也相当强大 所以世界末日不是真的 是个形容词 这个大劫难就似乎是世界末日 学佛 学觉悟 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不相同 不觉悟的人他遇到这种事情 听到这个说法 他有恐惧 他想避免这个灾难 学悟的人不然 学悟的人了解前因的后果 所以面对着这个事实 我们要记住古人所说的 做一天好上 壮一天中 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 应当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 没有恐惧 没有恐怖 不惊不悟 心地坦然 应该做的事情 读经 研究 念佛 断卧 修善 只要有一天时间 我们这一天积极认真 努力去做 如果灾难临头 也没什么恐怖 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会转移到好的地方去 这个地方是坐卧之事 坐卧到了极处 缘分殊胜 缘分殊胜 转身到极乐世界了 缘分差一点的 也会生到天上 所以我们知道 生命是永恒的 有没有生死的 没有生死 只是转变而已 觉悟的人 希望自己的转变 越转越舒适 你一人是越转越苦 在施法界里 他往下面转 热物的人是往上身的 所以 对事出世间一切法 平常要用功夫 现在就要用功夫 用的什么功夫呢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真正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真正在做 真正在做 跟臣相接触的时候 断自己的贪嗔之满 瞬境绝没有贪爱 逆境也绝没有业无 为什么呢 顺利境界是自己的业报 过去今生俗造业且善不善业 古报现前自己应当成熟 你一人在受果报 他有苦乐忧喜的感受 觉悟人受果报 心地清净平等 如如不动 这是觉悟人受果报 更因为果报现前 你能够不取愈相如如不动 所以你烦恼不生智慧增长 就像慧能当年见吴祖 他说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你要晓得 他为什么长生智慧 他是真看破 真放下 看破就是明了四世真相 放下就是不欺心不动力 不分别不知足 就在日常生活上用功 用的是这个功 无论是对人 对死对我 这是真功夫 如果再能一心念佛求生进土 那你就是彻底的觉悟 不但你永托轮回 永托是法界 在大乘法里面 你真正取得了最殊胜的法门 最殊胜的成就 一般人 是否 为什么不能成就 障碍就是在生活当中 对人对死对物 其心动念 其不善的心 你动不善的念 固然不好 你起善心动善念 也不好 这个话怎么说 其善心动善念 你造的是三善道的念 其善心动善念 你造的是三善道的念 佛说不好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 三善道三窝道是六道轮回 那么佛又常常教给我们断窝修善 这个话 跟这个意思有没有矛盾 如果你不能够伸结义趣 这个话是矛盾的 你真正懂得佛的意思 那就没有矛盾 为什么呢 佛所说的善 不是善我之善 善我之善是相对的 相对的是轮回业 佛所讲的法不是相对的 善我两边都离开 这是真正的善 我们要懂这个意思 你看看 谭经里面所讲的 谭经里面所讲的 能大师对慧民的开示 慧民是四品将军跟吴族出家了 军人嘛 性情急躁 动作粗鲁 能大师离开黄梅的时候 他们一帮人去追赶了 想把一波抢回来 这个四品将军跟普通人的确是不一样的 别人没有追到他追到了 所以慧民把一波的时候摆在一块石头上 自己跑到草队里藏起来 这个慧民看到一波在那里提不动 你看这个将军又提问他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人回头的快 他就大声教导 叫这个 那时候他们称他行着 他还没提到我 他说我是为求道来的 不是为一波来的 会能听到这个话 从草队里出来 就坐在这个石头上 他说你既然为道来的很好了 你不是为一波 他要求的 他传法给他 能大师叫他静下来 完全静下来 什么都不要想 过来一会 问他一句话 不思善 不思无 正在这个时候 哪一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 会能大师这一句话 他就开悟了 那个开悟是明心界心 他在黄梅那么长久的时间 天天接受无足的教诲都不开悟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一句话就不太点醒了 这个时候他发的沉浸之心 听话了 到一念不生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开悟的边缘 有人一顶 有人一顶 这个无名课就破了 我们今天修学困难在哪里 妄想分别之者没有放下了 如果彻底放下了 几分钟的时间 有人给你一点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一定要人 不定是什么应援 他就能开悟 可见的妄想分别指着是大障碍啊 妄想是无名烦恼啊 分别是沉沙烦恼啊 我们被三种反倒障碍了自信 生生世世搞轮回一夜不能处离 原因就在此地 为什么不放下 只要一放下天下太平 那正是能思所说的 本来无忧啊 逆生死都了不可等 这说真话 大乘经教里面 这个道理 此时说的太多了 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不可得 不但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不深的 你有没有见到 你如果见到一切法不深了 那恭喜你啊 你就正到无神法人了 那就是无神法人的菩萨 那我们在仁王经上读到 无神法人的菩萨是什么地位啊 七地 七地 八地 九地 七地 八地 九地 不得相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先前 可惜我们看不出来 无神人的菩萨看出来了 一眼前事出事尽 一切法不深不变 其实我们在华言经上跟大家讲过 我们用古大德的方式讲 为什么呢 古大德那种方式讲不好懂 我们用现代科学知识 大家容易了解 用这个方式来讲 来说明 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禄亦如电 梦幻泡影是讲现象 现象不可得 如禄亦如电呢 是讲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 它存在的时间到底有多久 说真话呢 将如电 电是闪电 有两三秒钟 显定 时间还是很长的 有两三秒钟 佛在那个时代 再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比喻 所以在那个时候 大家感官当中 能够感触到的闪电 是最快速的 佛用舟作别 我们就用光的速度来做别 光速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我们讲十分之一秒 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万分之一秒 一万分之一秒 这个大家好 为什么你们现在常常用照相机快门呢 那快门通常最普通的六十分之一秒 一百二十分之一秒 这是通常大家用的 你像照飞机照活动的东西 我们通常用五百分之一秒 就是一秒钟的五百分之一 那快门速度 那飞机在天上飞机照相它静止 它不动 你从这个概念上去体会 不生不灭 所以它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 这个现象存在期间 真的是一万分之一秒 那个生灭速度的转变之快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谁见到 佛告诉我 八地菩萨见到 八地菩萨是不动地的 他见到一切发生灭的现象 所以这个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其实还是有生灭 生灭太快了 几乎生灭同时 你看不到这个生灭的现象 所以说不生不灭 这是四世真相 了解四世真相之后 万约放下 为什么呢 一切法不可等 你那个得失的念头 没有了 然后在世间 跟祝福如来一样 随缘啊 随缘多自在啊 没有得失啊 没有生死啊 再给诸位说 再给诸位说 没有苟尽的 也没有断肠 也没有来去 中观你们给我们讲八部 那完全是四世真相 就在我们眼前 这菩萨有智慧 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凡夫愚痴 不了解四世真相 面对外面境界 齐心动念 胡作妄为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感受的苦报啊 所以这些苦报 业力显现出来 佛不能多 佛不能救啊 佛不能救啊 就是把这些四世真相 给我们说清楚 说明白 让我们救 我们也能入佛境界 这是这个问题 才解决了 佛度众生是这个度法 完全用教训 所以佛对众生 慈悲到极处 我们可以从四泄谈 这个原则能看出来 诸位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处 借出一切大众 你有慈悲心 你想帮助他 你想斗他 用什么方法 用思绪他 第一个 第一个 世界泄谈 内容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喜 我们跟大家相处 叫大家生烦恼 你还能帮助他吗 他还会听你的吗 所以第一个 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喜 第二为人 念念为他着想 为他的利益着想 他欢喜了 实在讲 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 先以利欲勾 后令入佛制 四泄谈前面两个就是利欲 来引诱他了 到后面 对质 这个关系建立了 信心建立了 成好朋友了 你有什么毛病 劝导他 用方法对质他的毛病 帮助他断国修杉 帮助他破明开悟 那是对质 那是对质 最后 第一 帮助他圆满车夫 今天第一期谈 就是劝他 深陷净土 念佛完整 这有方法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跟人接触 没有别的 第一个唯一的目标 欢喜喜 大家手牵手 欢欢喜喜 所以然后的是 无条件的布施供养 无条件的为你服务 那这为人哪 先不要讲故事 你要一说他的故事的时候 谁愿意听人家讲故事 那掉头就去了 你都不理你了 所以帮助别人是有方法的 你不懂这个方法不信 佛的方法是巧妙极了 真是智慧 是按桥方便 应当要学习 那么世间再大的灾难 我们处置泰然 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本 我们有慈悲心 也不能舍弃众生 不问不问 不可以 我们尽心尽力去帮助 能帮助多少 就帮助多少 我们的功德是圆满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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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